邁入高齡化的社會 不過國內的老人醫療資源卻相對的落後許多 根據統計發現 目前台灣老年專科醫師只有757人 不過他們需要照顧250萬個長輩們 照顧量是兒科醫師的三倍以上 年半的老人虛弱的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療 神父也在一旁細心的陪伴 傾聽老人的心理話 為了回饋當年醫院對家中長輩的照顧 導演吳念珍用最擅長的影像敘事 來呼籲大家關注老人的醫療問題 人口老化速度會這麼快 最主要是因為現在台灣的生育率太低 根據金建惠公布的最新調查報告 22年後 台灣將成為全世界最老化的國家 而且老化的速度將領先全球 但現在台灣老人醫療資源 卻沒有跟上人口老化的腳步 從台灣老年醫學會的報告 也可以看到目前台灣老年專科醫師只有757位 但他們卻要照顧250萬名的老人 等於一個人要照顧3302位的老人 照顧量是兒科專科醫師的三倍以上 充分顯示老年醫療資源的不足 政府如果不重視醫療設施也不夠的話 將來台灣的年輕人平均一個要照顧2.5個老人 我想恐怕年輕的一代都要為了這個問題傷腦筋 而且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醫生表示過去在五六零年代 台灣人口大量出生 所以當時相當重視兒童醫療 不過隨著現在社會形態的改變 政府應該要反向思考 除了積極培育老人專科醫師外 現在大部分的老人都分佈在中南部地區 以及離島地區 該如何改善這些地方的醫療資源 必須要盡速面對 記者無藥與鄰國黃腿報導